主持人的话筒交给叶永忠老师 叶老师赶紧了 好的 谢谢王宁老师 那么下面我们的这个 郭老师 郭松 郭老师 你把你这个PPT退出来 完了吗 行 好 那么下面呢 下面我们的讲座呢 就是这个孟凡毅老师 孟凡毅老师呢 是咱们 是这个北中医毕业的 他现在呢 他是 这个目前是英国国立林肯大学 和开放大学下属林肯学院 针灸学位的课程主任 他是北中医七八级的 中医专业毕业 83年呢 毕业以后呢 在90年获得了这个 医学硕士学位 92年晋升副教授 主攻的临床实验设计 脉象 舌疹 心脏病 曾获得国家的七五公关奖 及部级的奖用多次 97年以后呢 来赴英国 2000年参加伦敦的 Middle Sight大学的 中医学 医学学课程团队 任教 这个诊所临床主任 和论文导师 在2004年呢 转步林肯大学 任针灸学士课程主任 兼任辅助医学学科主任 2005年起呢 历任多所大学的独立考官 并担任英国 针灸认证委员 中医认证委员的 中医质量控制机构成员 基于多年的高教经验 2019年担任英国 国家大学质量监督局 QAA的专员 现为英国中医学会 CMA UK的副会长 中医理事 多个分会理事 发表论文 40余天 住宿20余 主编呢 有四部 20年英国临床针灸教学 对许多中医基础方面 及针灸针刺 技术有独特的见解 具有广泛的临床经验 那么今天呢 这个孟老师给咱们的 这个讲座的题目呢 就是失眠的另类思考 那么下面有请孟老师 给我们的做讲座 谢谢 各位老师 各位同仁 大家好 我叫孟凡亦 今天呢 先呢 有幸呢 听了郭老师 讲咱们的这个 精展针灸 还有郭老师 还有这个 郭老师的团队 对于精展针灸 的复兴 和深入的挖掘 受益匪浅 其实呢 我呢 本人呢 也是一个经典针灸的 铁杆 那么这个 不知道大家能看到 我的这个幻灯片吗 比较小的那种 A 先把它停了 这个也不关系 你可能就是用那个U slide show 可能就可以了 我看看用那个什么吧 用另外一个share screen吧 share screen可能会好一点 share screen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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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个屏幕太小了 应该是 我看看 它这个 还是个小屏幕吗 还是很小 对 还是很小的 那这个 要不然就是双击看看能不能 双击一下子就是大 它这个是用了一个叫做什么状态 用了一个 用了一个前后台 你们能看到我的后 这个不应该 这一点 这个 现在可以谈吗 对了 那好了 谢谢 我呢 今天讲的题目呢 是关于失眠的一些 个人的思考 我呢 一开始用了一个题目叫做另类思考 因为这个另类思考呢 基本上来讲呢 就是说 跟经典真次的思路是有很相似的地方 那么但是呢 我的用的证据呢 基本上来讲呢 没有太多的从内经啊 还有 金牛甲乙经啊 这些传统经典上去考虑 主要呢 就是考虑临床上来讲呢 我们有一些 对于失眠方面的理解 如果用现在的教科书去的话呢 正像郭老师说的 我们的真次啊 实际操作 现在是在用中药的理论来指导 这个中药的理论来指导 那么对于真次的这个实践来讲 它是有一些问题的 而且这些问题呢 看起来呢 应该来讲呢 逻辑上和临床疗效来讲 都能够反映出来这些问题 也就是说 如果按照我们 按照教科书的角度去治疗的话呢 有时候效果好 有时候效果差 其实达不到70%的疗效 按照教科书的方法去治疗 那么这个呢 在英国 我在英国从事真次教育呢 大概从2000年代 这个Middle 6大学开始 到林肯大学到现在 那么20多年呢 就是一直在反复思考 这其中一些问题 一个呢 是觉得呢 我们的教科书的理论 可能会有问题了 教科书反映不了 现在的这个现实 另外一个呢 就是可能不光是教科书的理论 很多一家的说法呢 也基本上来讲 那它是从这个中药实践 转过来的这样一套理论 这样一套理论 忽视了我们真次实践当中 最基本的内在的 气血运行 阴阳五行的这样一些运行理论 而这个失眠呢 又是一个典型的情况 跟人体的年周期 月周期 日周期 有明确的关系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 日周期的变化 虽然我们治疗失眠呢 短时间是调这个日周期 长时间呢 调理的呢 是一个 我们对周期的调节能力 就是对周期的调节能力 所以这样的一些思考 那么这里边呢 这个有一短暂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 基本一些信息吧 就是说关于失眠的定义 这个失眠的定义呢 可能有很多 同仁呢 可能觉得呢 这个应该是一个 比较混乱的区域 混乱的区域 那么在我们的教科书里边呢 基本上是以现象来描述 失眠 就是说不能入睡 或者难以入睡 睡眠质量差 然后呢 这个睡眠时间短 那么这样一种 老的定义呢 现在呢 基本上已经 怎么说呢 发现已经有点问题了 那么这个有问题呢 主要的就是说 我们发现在人跟人之间呢 在睡眠的需要方面 差别是挺大的 那么有的人可能只 每天晚上只睡五个小时 就感觉很好 整个身体状况很好 非常健康 也有的人呢 每天睡八个小时 还觉得不够 那么个体化差异比较大 讨论 这样一个个体化的定义 这个个体化的定义呢 它主要的就是一个 睡来以后 精神和体力状态 怎么样 睡来 醒过来以后 精神和体力状态怎么样 也就是说 醒后不觉得精神振奋 体力不够 那么感觉到 非常非常的疲乏 精神和身体的疲乏 这样的情况 就认为这个睡眠的质量 是不好的 那么呢 这个图呢 我想主要就是 显示给大家 就是说 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差异 是很大的 同样一件事 大家在同一环境底下 可能有的人 就有极高的睡眠需求 有的人呢 可能对睡眠需求 就不是很大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 怎么说呢 是一个比较 就是比较通俗一等的定义 这个通俗一等的就是说 主要的强调呢 就是非恢复性睡眠 非恢复性睡眠 这个非恢复性睡眠呢 就是说 这些人尽管可能睡够了 睡够了一定的时间 但是呢 它仍然导致了 这个认知功能 受损的 注意力不集中 情绪障碍 还有白天的疲倦 这样的情况下 仍然可以定义为 睡眠的啊 那么这个呢 西医的这个 睡眠里边 有一个很 有一个很 就是很微妙的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睡眠质量 它只是讲了一个 睡眠质量不够 那么关于这个 睡眠和梦 这样的一个关系呢 它实际上 并没有认真地去讨论 那么 而我们中医里边呢 这个多梦 是和睡眠质量 是直接关联在一起的啊 这个 这个多梦呢 实际上就是影响睡眠质量了 那么在这里边呢 在西医是忽视了 但是呢 西方的心理学 和我们中医呢 对它来讲 非常重视的 那么这个我想呢 可能我们会 另外找一个时间 去讨论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很大的问题 如果我们大家 对于这个 这个多梦的这个问题 有比较多的 细致的了解的话 那我们的临床呢 了解就会好很多 就会好很多 那么失眠呢 作为一个主速 它的普遍性 根据新的定 这个按照原来的定义啊 还有按照这个原来的一些观察 大概在2000年 2000年左右 全世界范围之内啊 被失眠影响到了人群啊 成年人群占到了10% 占到了10%左右 那么按照新的定义呢 这个呢 就达到了百分之 接近30%啊 比如说英国的数字呢 是有客观测量的人 大概是27%的人群啊 有失眠问题啊 失眠问题 就是说他所有的27人群 就是在过去三个月 真正连续的报道 有这个问题的 而在美国这个 就可能更高一点 大概30%以上了啊 30%以上了 那么睡眠呢 不光是作为一个临床主速 或者说作为一个 通常的临床的情况 需要医生的关注 需要社会和家庭的关注 睡眠呢 它同时呢 在现在的所有的 医学和健康的研究里面 它是五个生命质量的指标之一 五个生命质量的指标之一 这五个生命质量指标呢 我们叫quality of life 它的指标之一 那么包括了呢 精力体力 饮食二变 睡眠 这就是五个指标 那么睡眠质量不好 对人的整个的 这个生命质量 或者说健康状态 影响非常大 影响非常大 如果睡眠不好的话 基本上精力和体力 这两个就跟着 就跟着就差很多 所以这个人呢 叫quality of life 就是生命质量的这个 这个这个评估啊 就会很差 就会很差 所以呢 在基本上来讲呢 这个睡眠的研究啊 在各种慢性病和这个精神情绪疾病里面 它都是一个研究的一个主要指标之一 那么这个呢 是现代医学对睡眠的一些研究 现代医学基本上认为 它这个睡眠 睡眠的这个问题啊 不是一个疾病 它不是一个疾病 它就是一个常见临床状态 这样一个临床状态呢 你可以考虑到它是一个症状 也可以考虑到它就是一组综合症 那么导致这个睡眠异常的这个问题呢 很多啊 这些很多呢 问题都被认为是trigger fact trigger fact就是诱发因素 而不是而不是致病因素啊 不是致病因素 那么这里边呢 又包括就是简单的来讲 就是担心啊 紧张啊 有身体疾病啊 环境干扰 还有不良生活方式 这主要的就是没有固定的睡眠时间 缺乏体育锻炼 睡前呢 呃 或者说是在午后 过多的这个刺激 刺激性的物质的消费 啊 茶酒咖啡 生物中紊乱 有的人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你比如说他做这个 咱们说救护车的工作 paramedic 啊 这些人呢 他这个刀斑刀的是非常非常的频繁啊 精神问题 有精神病的 还有呢 最主要的一个在西方人关注的比较多的药品 那么大家认为药品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 这个有 有这个药 有执照的药品 西药 那么差不多呢 有15%左右 都会导致睡眠障碍啊 都会导致睡眠障碍 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那么他的机理呢 就是说他的病理呢 基本上来讲呢 包括的因素非常非常多了啊 他在中枢 他也跟外围有关 那么这里边呢 既有基因的问题啊 我们这个都知道啊 在两三年以前 三年以前啊 有一有一有一组三个科学家 因为研究睡眠基因 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奖 那么在生理学上来讲呢 那么我们对睡眠的条件呢 是有三组基因 不是一组基因啊 三组基因 一组呢 是基本的生物中基因 一组呢 叫做upting upting就是上条基因 上条基因 就是这组基因活跃的时候 那么这个睡眠基因呢 是属于呃 工作状态 一组呢 dunting dunting的下条基因 下条基因 这组基因比较活跃的时候呢 就那睡眠基因呢 主基因呢 是处于休眠状态 不工作啊 任其发展 那么这个呢 这个研究是在果英啊 非常 大家知道 基础研究都是在 非常小的生物身上 果英上 但是呢 在人身上呢 也得到了这个验证 那么只是人呢 他的三组基因啊 比果英的三组基因 要复杂得多 果英的三组基因 基本上是三个基因 而到了人呢 这三组基因呢 加起来 他们已经发现 有五十多个基因啊 属于这个 属于这三组不同的基因 那么这三组不同的基因呢 同时呢 表达出来呢 就是神经地质的变化 神经回路的变化 我们在脑子里边呢 有那么几个中枢 这几个中枢 我就不去说了 他们有分别承担 唤醒机制 睡眠控制 生物中调节 还有呢 这个叫做呢 这个这个 奖励和这个惩罚机制 啊 等等 那么事关整个的这个认知和人为啊 那么当然在实验心理学里边呢 他这里边的这个对睡眠的研究呢 就就是另外一种模式 他就认为我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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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神经系统处于这个清醒状态啊 清醒状态的时候呢 这个是我们正常白天的时候 晚上呢 是属于叫做睡眠状态 清醒状态 睡眠状态之间的主要区别呢 就是我们他说这个我们就是主观意识 工作不工作 但是除了主观意识之外 我们还有这个叫做subconscious subconscious就是所谓的这个 我们自己的这个 对于生命本质活动的控制 这些生命本质活动的控制呢 包括警觉 唤醒 包括这个控制这个呼吸 呃 还有这个消化 还有这个肢体的这些肌肉的调节 都在 那么subconscious 那这些东西呢 他呢 跟这个我们的清醒状态时间是 是有联系的 那这个呢 其实跟我们中医讲的这个浑破 非常相似啊 那么在睡眠的这个 有问题的情况下呢 呃 经过了差不多70年 西医的这个认真的反思 他们呢 基本上在他们的整个西医界 形成了一个共识 这个共识呢 就是说采用化学药品治疗 睡眠的问题 呃 是一种饮酒止渴的办法 也就是说他只是临时解决问题 呃 越是用了越用的时间越长 对人的这个正常的这个调节机制 正常的睡眠机制的这个呃 损伤越大 所以呢 在尽可能的情况下 他们现在已经要避免使用化学药物了 那么你就首选呢 这个心理疗法 心理疗法里面最常见的CPT Cognitive Behavior 也就是认知和行为 结合的疗法 这里边有很多 我就不去体验 我们这些 然后呢 如果迫不得已了呢 还好回到化学药品 化学药品呢 大家都知道 呃 一线的就是安定 那么在整个西方国家 从英国到荷兰 呃 到这个美国 安定的上瘾 成瘾性 成瘾的问题 实际上是仅次于 毒品的成瘾问题 那么在西方国家的成瘾当中呢 据估计啊 就是这 就是这些国家当中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的人 是有安定的依赖性 这个用了一个科学术语 叫安定的依赖性 用一种 用一句这个俗语呢 就是这些人是安定上瘾了 呃 不吃安定就不行了 那么安定呢 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确切 而且比较稳定的疗物 那后来的在安定的基础上 开发的药物叫Z的药物 Z的药物呢 就是说这里边呢 都是用 呃 一些 怎么说呢 就是更有效的 这个作用的安定的这个脑内的受体上 但是呢 这个副作用要小一些 呃 那么如果呢 安定呢 这个是一个有问题的话 对于这个病人来讲不可接受的话 那么就是用抗阻安药啊 西斯敏 这个泡尔敏这些药物 这些药它的副作用就是试睡 所以用它们的副作用来治疗失眠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退黑激素 这个现在是主流的啊 你要是问哪个医生 医生肯定告诉你先用这个 麦拉托尼 麦拉托尼 然后最后呢 这不得已的手段就是真正的 这个怎么说呢 叫做这个这个安眠药 这个安眠药就是巴比陀 这类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了 这个安眠药呢 这个东西上了以后呢 肯定这个 它的这个产生依赖性的结果 是90% 大家都知道 那用上了以后呢 这个人以后后续的生命质量就会 就是可想而知了啊 那么这个呢 是一些关于现在的一些 我们叫做基础的知识 还有一些在我们服务的社区 病人可能会卖到的情况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来讲 治疗失眠呢 除了失眠作为一个经常见的症状之外 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会要注意到的问题 就是说 在我们的以失眠为主的病人当中 以失眠为主的病人当中 有30%到40%的人 来看我们中医的话呢 可能已经有了安定依赖症 安定依赖症 这部分人是很难 这部分人是很难用简单的办法治疗的 这部分人用了安定 有了安定依赖症之后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采用了我们真次的治疗 告诉他你停掉安定的话 那么这个结果就是很糟糕的 那么这就需要一个非常非常 有耐心的 有耐心的一个规划 告诉病人 我们需要多长时间 大概我们需要三到五个星期 把你的身体调好了 然后你这个时候才可以减安定 可以减安定 而这部分人呢 要求把安定停掉的这个欲望 也是很强烈的 所以呢 他们会很跟我们配合的很好 这是我们的临床的意义 要知道这一块啊 如果不知道这个情况的话呢 那么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觉得 这病人很糟糕 我这个这个扎忘了 没跟他说清楚 他回家把安定停了 下一次来就是又 下次来情况就是糟糕的不得了啊 很难治疗 那么中医呢 来讲我们现在的经典认识啊 所说的经典认识呢 就是从内经啊 以下 基本上来讲呢 中医讲这个睡眠呢 主要是心神的问题啊 心神的问题 这个心神呢 心呢 是这个 心神呢 为什么叫心神呢 因为神呢 是这个说呢 是藏在心 我们说叫做心色 心色神 神呢 通常是在心这个地方活动的啊 这里边可能有很多人 现在在讨论 比如说老神 还是心神的问题 我们不去讨论他 反正无论是老神 还是心神 那么这个是呢 我们的一种精神活动的神啊 这个神呢 不是我们广义的生命之神 这个神呢 他需要一些 基本的活动条件 功能条件 他功能条件呢 除了要有一个安定的行 安定的行 安定的这个心的 这么一个场所上 他在那待着 他还需要很多物质 那么这个物质呢 包括我们说心血心气啊 心血心气 然后呢 这个心呢 还要保持温暖状态啊 那羊要保持它温暖啊 然后也不能太热 这个有热了以后 他也太不安定啊 就是说他是一个需要一个很好的状态 所以我们通常呢 在很多的书里面 把中医把心呢 形容为宫殿啊 像宫殿一样 要保养得很好 那么各种这样的问题 都会导致这个心神的不安定 这种心神的不安定呢 可以导致 由于这个年龄的原因 也可能由于这个心神本身过度劳作啊 也有可能被干扰 当然还有可能是因为这个麻烦 就是说心得不到他的养分 他得不到他一定的气和血 那么这种各种各样的干扰呢 可以来自于其他的脏腑啊 肝啊胜啊胃啊 也可以来于肢体啊 哪里都来啊 所以呢这个失眠呢 他的这个 有这个 有这个他的这本身 这个心所待的这个位置的问题 那有心的本身 有这个神本身待的位置 也有呢 这个神的本身呢 被其他的东西来干扰的问题 那这个呢 理论也很多了 啊 有的认为这个心包啊 替神 替这个心脏啊 这个这个 接受这种各种各样的攻击 所以呢 所有的干扰的问题 实际上在心包啊 不是在这个 那么这个就更麻烦了啊 因为如果有脑神的话 这心包的位置在哪 就不知道了啊 那么 这刚才讲的是传统的经典的 还有教科书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呢 现在中国啊 中国 这个和 这个海外的这个 这个大家对这个临床症候的 现在这是我刚才为什么说呢 我说 我一说 我说呢 就是说 大家一讨论这个这个病情的时候呢 就像郭老师刚才说的 我们用的思路呢 实际上是中药学的研究的思路 这个中药学研究的思路呢 就把中药学的那个各种各样的郑猴 原本不动的套过来了 你看呢 中医郑猴里头调查研究 在2012年的时候 有一个全国的大规模的调查 调研 然后呢 这个全国的大规模的调研呢 也扩展到 推展到了海外 所以包括这个台湾的中医师工会 香港的中医师工会 等等都做了这样的研究 研究的结果呢 大同小异 这里边呢 这个中医郑猴里边 第一位的就是心脾两虚 心脾两虚实际上来自于什么呢 实际上来自于龟脾汤 龟脾汤症 所以呢 它里边有的叫气血两虚 有的叫这个心脾 心脾气血两虚 有的叫这个心血虚脾气虚 这个总之呢 但是它你看到用的方法都是龟脾汤 所以呢 我说它研究思路就是一个 炒药的研究思路 第二个呢 就是心阴血虚 心阴血虚就单纯的阴血虚 不包括气虚的这一块 那么基本上呢 就是安身定制啊 这一类的 以这个丝骨汤为主 加上这个什么酸枣仁呢 这样的一类的一类的一些话 第三类的心脾不胶 心脾不胶也是一个草药的路 草药路的这个呢 是从山汉论来的 我们知道这个有这个 黄连阿胶吉子黄汤 那么讨论的结果是心脾不胶 那么在不同的地方叫做 名字不一样 有的叫向火妄动 总之是阴虚火妄吧 阴虚火妄 所以这里边强调 有个火妄的因素 那么这个心阴血虚 和心圣不胶的主要区别 在于什么呢 心阴血虚可能不一定入睡困的 但是心圣不胶一定有入睡困的 一定有入睡困的 那么还有个干火扰动 干火扰动的干火扰心 有的叫干于化火 总之呢 干火这一类的 这排在第四位 第四类呢 就是弹火扰心 弹火扰心 就是著了名的温胆汤症 温胆汤症 然后呢 后边还有心胆气虚 温胆汤加减 最后呢 就是时机 或者说是胃不合的 卧不安 这个时机未扰 这一类的 总之呢 就是说大陆的 加上这个周边的 台湾香港 新加坡这地方地方 那么所有的医生治疗 这个都是这样的路 那么这个路很明显的 就是一个用中药来治疗 十年的路 那么区分成这个七大类 那么这七大类在我们针刺应使用当中啊 就很麻烦 就很麻烦 你看这个 这个弹火扰心啊 这个还有这个干火的话 你治疗上来讲 其实呢 你在针刺 选穴上 在针刺选经络上 都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都是很大的麻烦 那么这个 比如说你是阴虚的 还是新阴虚 还是有向火旺动的 这里边区别 可能也只是有个轻火的问题 所以呢 针刺 这个用这个方案来 指导针刺治疗 很显然 很多很多的困惑 临床来讲呢 也不容易付诸实践 反正很难 因为它都是按照药方啊 来 来来 来定的证 那么呢 这个呢 这个这个 这个刚才那个 刚才的那个 全国的调研的结果 大致上 你看 看一下呢 就是说 最常用的方计 从头到头往下排 啊 龟脾汤 杨血安神啊 这个 支柏地皇 啊 这个是 这个清新火的 温胆汤 龙脚蟹肝蟹肝 蟹肝散 黄粱阿胶汤 或者黄粱阿胶 鸡的黄汤 那么如果我们再来看药物的话 这个问题就太麻烦了 啊 虽然我们知道 龟脾汤 杨血安神 支柏地皇里边 都是一些 辩证论治啊 治本的这个成分 但如果按照药物的 储方频率来讲 那这个就是一个西医思路了 连中医的辩证论治 死路都不是了 啊 西医思路 我们说西医思路呢 第一位 三老人 安神定制的 第二位 叶椒藤 啊 白勺 那当然跟中医 还是挂了上边 啊 挂了上边 那么也是养阴血的 那何欢皮 也挂点边 出肝的 那白子仁又是一个 真心安神的 啊 远至昌普 真重 所以我们按照这个 储方频率上来讲呢 那么基本上就是一个西医思路 就是一个 治标不治本 一个西医思路 我们说 如果我们把这个 最常用的药 组合起来组成组成一个方子 治疗失眠的效果好不好 我可以大致上推断 短期效果不错 啊 短期效果不错 把这个基本上真心安神的 常用药都放在一起了 啊 都放在一起了 那么长期效果呢 这就真的就是说 没办法了 啊 如果我们再看一看啊 真次治疗失眠 那么这个呢 哎 就有点怎么说呢 就有点一半一半了啊 神门 这个安神的啊 百会也是安神的 安眠印堂 四神通 前五位 全是安神 哎 也基本上来讲 就是稀疏 短期 先上来安神啊 先上来安神 然后后边呢 什么内观 新书啊 三阴交 太西 中晚 太冲啊 心肝 肾 脾胃啊 基本上都照顾到了啊 那么费没有 没有太多的去讨论 那么 这个全国统计的结果 就告诉我们 在中药那一块 大致上 我们还可以讲是TCM 啊 是传统 啊 那么到了这个具体的储方来讲 那就是西医思路 啊 引导啊 西医思路为引导 那里边这里边 这本的药物没几个 啊 那么到了我们真次呢 来讲呢 也基本上是一个西医思路啊 先安神 前五个都是安神的啊 都是安神 后边才去治疗脏处 啊 后边才去治疗脏处 那么当然了 这个我看到的结果呢 是这样 也可能呢 呃 是不是情况 在过去的几年 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啊 又发生一些变化 因为这个是2012年的统计结果 当然我个人的感觉呢 根据这过去的五六年 看的文献报道 这个趋势是没有变化 啊 这个趋势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真正的变化 还是这样一个思路 也就是说 我们在教科书里边 是一个TCM的思路啊 传统中医思路 然后到了临床实践呢 这个医生呢 是一个西医思路啊 呃 处方 然后到了使用真似呢 基本上也是一个西医思路 这个西医思路呢 那么可以说呢 呃 效果呢 也不会很好 那么我们再看来看 看一看这个从2000年到2020年 呃 各种临床报道 啊 各种 这个报道的有效率啊 这个有意思啊 有意思 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 差不多大家还报道 有效率啊 就是报道说 多少个病人啊 按照我们的指标 他的这个睡眠指标提高了10%以上啊 呃 到了后来 现在就不报这个了啊 你如果看这个201617181920 这些这些文献 全都是指标的提高率啊 指标的提高率 这个提高的指标率呢 基本上来讲 他认为达到了10% 统计学上就能够有效 那么如果这个统计学上来讲 只有10%的指标提高率啊 也就是说100个人里边当中 每个人提标提高了10% 那么如果按照他这里边 其中的一些指标呢 来算的话呢 比如说睡眠时间 那也就是说提高了10%的话 原来平均是5个小时 每天晚上 现在呢就是说变成了 呃5.5个小时了 那这就算有效了 那么如果我们的临床医生来看呢 这简直有点可笑啊 有点可笑 那就是说 你这个按照这个指标算 可能病人实际上是很不满意的啊 很不满意的 就是说 这个可能也就是说 百分之四五十人有效 你这个整个指标拉上去了 那么在西方人的报道 这个有效率就比较低一些 他认为这个好的治疗啊 也就是70%的有效率 这70%的人 指标提高了10%以上啊 那么这么一个结果 那么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最大的问题是用真似治疗 在这个科研研究结束之后 停止真似治疗之后 随访四周啊 四个星期以后 疗效就没有了 就没有任何变化了 就回到治疗以前了 也就是说 病人这段时间治呢 治这段时间 是得到了好处啊 得到了一些进步 得到一些改善 等着四个星期以后 呃 那么这 这一段时间的努力就白费了 就白费了 呃 就是说 指标呢 就是平均呢 基本上就10%的这个提高就没有了 不存在了啊 不存在了 那么 如果呢 跟这个安定类药物的对比的话 睡眠质量可以提高27%啊 睡眠质量可以提高27% 然后对照假真似的时候呢 也可以提高15%左右啊 但是呢 这个问题呢 就是很多了 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我们不去说了 总之呢 就是研究的结果呢 其实也认为这些疗法 因为我个人的认为 个人的看法是失败的啊 失败的 您只提高了10%吗啊 那达到提高27%呢 我觉得就很有意义了啊 五个小时增加了20%就一个小时 从五个小时到六个小时了 那就那就好多了 然后呢 白天的这个 如果这个生活质量提高20%的话 那么这个应该就好多了啊 那么这个研究呢 出了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怎么说呢 第一个呢 他做研究的话 他就要求及时效果 他必须得立即就见效啊 而且他对比的对象啊 往往都是用的吸药 安定药啊 这些人继续 这个对照组人继续服用安定药 这个在治疗组呢 就用针刺 这个就有点 这有点这个就是不好说了啊 可以说刚才说了27% 这里边有一个问题 就是服用安定药的人 他每次去看大夫 也就是 价格大概5到10分钟 那这个做针刺的人 他每次来看大夫 他在这儿 大夫这儿至少待半个小时啊 所以他在这儿 他这个享受的服务质量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可以肯定的说 拿药片和这个针刺做对照的话 这个针刺效果比药片明显的好 好很多 这个是可以肯定的 那么这个思路呢 基本上来讲呢 也都是用这个镇静安神的啊 用的是就是百会啊 神门啊 这这两个穴都用了这两个穴了啊 然后呢 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在国内的研究 在国内的研究 有个普遍现象 他每周要做三次 三次针刺 但是呢 在不做针刺的那一天 因为他怕这个病人情况很严重的时候呢 会有麻烦 所以允许病人服用巴比特类安眠药 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巴比特类安眠药呢 当然他们让病人服用的都是短效的啊 短效的也就是说大概也就是说也就只有几个小时的效果了 那种 但是他即便服用了短效了呢 那第二天呢 他的睡眠质量也会有这个连续的改进啊 那你到底这个你是用了三次针刺达到了这个效果 还是他中间用了巴比特类效果 药物达到了效果 这个有很严重的问题 然后呢 就是说呢 在不论是在海外的还是在国内的研究 从来没有研究这个针刺 能不能把这个安定给它停了 从来没有人说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 没有人研究说这个能够把这个 这个安定这个 这个这个依赖性给治疗 给给给这个 给控制的很好 那么还有一些文章的分析呢 就是说所有的针刺治疗啊 实际上是以这个阴虚火旺 这类种类型的最好 阴虚火旺这类型也就是说 是以这个 这个致百迪黄丸症 要效最好 所以他暗中的实际上就是 致百迪黄丸 在这个 这个症 如果致百迪黄丸有效的 这个人群 针刺的人群效果也会很好 大概就是这样 这个里边呢 按照经典研究 他就忽略了一个人群 气虚和阳虚的人群 这个气虚和阳虚人群的主要的在于 中老年人 中老年人 那么按照很多的研究 他们也承认 在这个50岁以上的人 失眠的人当中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 20%左右 30%左右 实际上是阳虚的 那么这群人呢 基本上无论是在国内 还是在海河里研究 基本上都给忽略了 因为什么呢 他为了取得好的研究指标 他把这个收入研究的兑现 限制在55岁 就把这批老年人 他彻底给放在外边了 那么我就说 我说我的另类理解呢 就是说第一呢 按照我们现在的 我们按照 如果我们去回 我们如果回过头来考虑 刚才所说的那个 无论是教科书 无论是全国的调研 得出来的结果 还是他的用药和针刺的方案 基本上不是我们中医的治疗规律 不符合我们中医治疗规律 这里面他们就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中医对睡眠的基本认识 包括西医对睡眠的基本认识 西医对睡眠的基本认识也是这样 它是一个 西医简单一点 西医就是说是一个日周期 中医讲 它不光有日周期还有月周期年周期 所以呢睡眠的认识 首先回过头要看日周期 那么我们这个在里边很多大家 我就不敢在这就弄丑了啊 这个中医讲这个气血运行 是有昼夜的区别的啊 白天呢日行二十五周 这个是白天的按照中医讲 这个是魂啊 来辅助新神来工作啊 那么夜间呢 是这个阳气呢 这个神呢 行于阴啊 行于脏 那么是破来守护全身 这个我想就不脱说了 那么它是有一个日周期的 那么这个日周期 我借用了一张这个现代的这个体温和这个激素 这样的一个图表来给大家看啊 这个日周期 它不是标准的一半一半的啊 我们现在的人啊 过的日子跟过去不一样的 不是标准一半一半 那么我们经历的日周期呢 是完完全全的 长于这个我们说这个昼周期 就是白天的周期 长于这个夜周期 就是我们的这个体温周期 正好反映我们的身体活动 那么我们这个体温周期呢 这个是我们有一个非常长的白天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活动 然后呢 比较短的 这个已经不自然了啊 不自然了 那么我们古代的人呢 可能呢 差不多白天和夜间呢 是一半一半的啊 白天夜间一半 而我们现在呢 由于现在生活质量的提高 所以呢 我们可以呢 到晚上10点啊 到晚上这个11点12点 那么这个图呢 画的10点啊 也就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 是我们人类的平均的白白昼时间啊 那么晚上10点呢 到早上6点呢 是我们平均的夜晚时间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是一个8个小时 对这个16个小时的一个 就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比例 2比1 首先这个 我们现在的这个阴阳周期 就是一个distorted 就是说被扭曲了的 不自然的这样的周期 所以我们人类要控制这个周期 就比200年以前要难得多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驱动我们人体的精神和体力的 一些激素的情况啊 我们除了体温之外 我们再看一下激素 这个激素呢 这个图表呢 是urinary norepine florefer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是尿里边的 我们说的叫做呢 阳性激素的总排泄量 这个阳性激素呢 包括什么呢 包括了这个adrenaline 就是身上腺素 包括了这个糖皮的激素 它们排泄出来 大概就这么一个周期 这个周期是谁研究出来 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叫匡安坤 匡安坤上海的 他研究中西医结核 他研究我们的这个 中医的这个阴阳 他研究阴阳的 研究的重点就是日周期 他就说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身上腺素 还有糖皮质激素呢 合起来 基本上就代表了 我们的阳气的活动 代表了阳气活动 那么这个阳气的活动呢 在日间的下午 六点钟左右达到高峰 然后呢 后边他就停下来 因为我们人类的活动 活动量就下去了 体温也开始下了 那么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就是我们都知道 从现在的手段 不论是测量体温 测量我们的这个 胶管神经和 副胶管神经的活动 还有测量我们这个 影响我们情绪 和能量的主要激素 就是说 这个 这个这个 我们说了 刚才说这个 糖皮的激素来讲 那么他都呈现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周期的活动 那么既然有这样一个周期 我们就要关注这个周期 我们呢 就要根据这个周期 来制定我们的治疗方案 那治疗方案 真次呢 就要 你就必须考虑这个周期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图 就是年龄 对阴阳周期的影响 年龄对阴阳周期 这个顶上最靠上的这条线 顶上最靠上的这条线 顶上最靠上的这条线呢 这条线 那么是所谓的 就是说青年人 青年人 这个青年人呢 这个他呢 他呈现的周期呢 他呈现的周期 就是这样一个周期 呈现这样一个周期 那么年龄越大 这个周期啊 越扁平 到了老年人啊 这个 到了老年人 他就很扁平了 很扁平了 虽然我们的这个能量 这个这里边讨论的主要是 主要的身上线素和这个 身上线素 就是这一块呢 我们说这一块 他就很扁平了啊 到了这一块呢 老年人 他的最高的 这个身上线素和这个 PG激素 他的最高的水平 也就是说跟这个年轻人 啊 跟这个年轻人 年轻人在这儿 这两块比呢 实际上差不了哪去 也就是年轻人最低的水平 也就相当于这个 呃 55岁 55岁以上的人最高水平 所以呢 这个在一个很大的范围之内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个年龄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就知道 55 55岁以上的人 他是属于阴阳两虚的 阴也下不去 阳也生不起来 阴阳两虚的 那么这阴阳两虚当中呢 实际上是阳虚更加主要 这个阳 根本就提不起来 提不起来 所以他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明显的 这个消耗很多的 这个白天消耗很多的这个 这个激素 然后到了晚上 他可以降下来的这么一个能量 他就说他这个波动周期 基本上就拉平了 拉平了的结果 就 这个人 睡眠的时间就少了 而且呢 也很容易 得失眠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说讲阴阳 中医讲的阴阳 你看 阳 总是积极的主动的 所以呢 阳呢 总是在 动起来的时候 他总是先动 阴呢 是跟上来的 所以这个 抗乃至成泽害 是吧 所以这个阳呢 总是要先动起来 阴在后边跟上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考虑 我们的阴阳的这个曲线的话 在这个 现代医学 也有同样的发现 你比如说胶感神经 和负胶感神经 胶感神经 兴奋起来之后 负胶感神经 自然的跟上呢 它是有个时间差的 它是有个时间差的 这个时间差呢 在这个日周期上 是一个四个小时 到五个小时的时间差 也就是说 当人在中午 两点钟 三点钟的时候 达到了能力 和精神的高峰的时候 那么差不多 到了四点钟的时候 负胶感神经 自动的 它就会 这个 启动它的这个 启动它的这个 反应模式 它这个反应模式 当然就是平衡 就是来平衡这个 平衡这个胶感神经 胶感神经 和负胶感神经 大概在傍晚的时候 达到平衡 晚上的时候呢 胶感神经就这样主动了 负胶感神经就这样主动了 负胶感神经就这样主动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人就可以睡眠了 那么也就是说 根据这个思路呢 如果我们把羊 的活动调前一点 那么这个人自然的 他就会 有一个 比较好的 比较早的 这个阴 的干预和平衡的 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阴和阳 肯定不是同步的 中阴也从来不认为 阴和阳是同步活动的 总是有一个阳线动 和阴线动的问题 在绝大多数情况 是阳线动 那么就把这个阳 在这个阴阳的日周期当中呢 这个的作用 给大家解释一下 那么我们现代人呢 整体人群 刚才说了老年人 他的问题是 这个日周期 他点评 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没有什么大差别 所以呢 就没有这个阳气的上升 和这个阴气的 这个介入的问题 所以他很容易失眠 那么其他的人呢 我们现在的人 这个在过去的20年 那么大家都经历到了 这个我们的一个主要的变化 在我们生活中 主要变化 就是说由于这个网络 还有这个 这个这个 现在的高科技 我们大部分的人 现在都工作在办公室 啊 是不是由于这个疫情 我们都在家里边工作 所以呢 我们呢 就是说呢 处于一个什么呢 处于一个 不需要去 在野外活动 也不需要去做一些 物理性的挑战性的工作 所以呢 我们用的羊的这部分 只是我们精神的部分 而我们身体的羊 用的就不多了 所以羊就开始平治了 羊呢 就没有办法跟上 因为你羊 没有一个高峰期刺激 所以羊呢 它也不会去太多 那么这个呢 就导致了我们这个 思维的时间 就是这个 这个思维的时间 太过太长 这个思维时间 太过太长的话呢 而不会导致 我们的阴的这个 介入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阴和羊 它就没办法 这个很容易导致 弹湿的产生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真刺效果的观察 因为真刺效果 明显的快于草药 这个我们想 我看再多了 大多数人都有体会 刚才郭老师也讲了 说你这个 在皮肤上扎几个人 他肯定 他有可能就产生奇效 他确实是这样 但是他快于草药 他持续的时间也短 持续时间也短 这里边呢 既然草真刺的这个 这个就有效 这个有效期呢 短 而且他的这个奇效快 所以呢 我们呢 就一定要考虑到 上午和下午的治疗思路 在大多数情况下 下午治疗 你可能按照治疗 按照教科书思路就可以 你安神 安神这个 让这个阴呢 在主导地位的时候 阴和血起来 在主导地位的时候 这个人可能就会 有很好的睡眠 可是上午就不行 上午本来阳气要深 如果我们现在看病人 没办法太多的选择时间 有的是病人说 我今天只有上午有空 或者你今天 只能看到个上午 那么上午的病人 的治疗来治疗 如果你也用真心安神 这个我就发现了 因为在我们治疗很多病人 上午来 好了 正心安神 我们这个诊所 也很安静 很放松 他直接就睡了20分钟 等着下次回来 他就说了 他回去一晚上没睡着觉 为什么没睡着觉 因为他在这 你先睡了20分钟 正好是 正好是上午中午睡的 然后整个的 这个生物节律全打乱 所以这个就很有问题 另外一个留症时间 留症时间呢 我们现在的情况呢 基本上每一个病人 都给他们留这个 20分钟吧 到半个小时 是吧 但是问题是安眠的病人 需不需要留症 20分钟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的感觉是下午留症 时间长 20分钟 30分钟 都可以 但是上午治疗 留症20分钟 30分钟 这个对病人来讲 是一个挺难受的问题 他已经彻底放松了 到了下午 他要干别的事的时候 他就觉得提不起神来 提不起神来 他的可能 他思路 他就回家了 他去别的地方 他就要去喝咖啡 他去咖啡店 喝几杯咖啡 提起神来的结果呢 就是下午喝了很多咖啡 那后边的结果就不好 这个不好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关于多针浅刺 和这个多针强刺 这样的两个不同的治疗规律 那么这个我想呢 就没什么太多的可说了 大家以后呢 可以做一些自己的这个研究 是不是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 对 还有一分钟 还有一分钟 那么这个呢 最后呢 就是说呢 还有一个 我就跟大家说的 以后一个时间呢 可能大家调一下 考虑一下七天的问题 我们现在呢 都是七天 都是按周工作 七天的人就有一个周 就有一个七天 七天周期 一般呢 到了周末 就有个周末的东西 我们在周末的时候 怎么治疗 然后妇女呢 还有个月周期 就月周期当中 有这个月经前 月经中 月经后 这个治疗很大 还有年周期 年周期在欧洲 特别是我们在英国 冬天这个暗夜是很长的 夏天呢 这个白天是巨长 所以呢 这个怎么去治疗 那么耳针的使用 这么大概就是这么一些东西 那么那要粉呢 我建议呢 在我们现在的情况下 用了两张厨房 一张厨房是日方 一张厨房是夜方 日方和夜方 主要区别就是 你加不加安神药 加不加安神药 那么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思路 仅供大家参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给我这些时间 好的 好的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那个孟环一老师 给我们精彩联讲 那么我们下 感谢您的观看